哈嘍大家好我是冠雨 今天想和大家聊聊的是 为什么Victor & Banyama会这么值得期待 她的天赋有多么诱人 那么要是有说错的地方 还请大家指正话不多说 我们马上开始吧 Victor & Banyama 就前段时间在季前赛 看她对着发展联盟的Inite球队 在场上就是一个非常不真实 开挂般的存在 出色的表现让她确立了 2023年MB选手大会 状元人们人选的身份 她的天赋和表现有多出色呢 套用媒体或是一些业内人士的说法 就是会引发一场 我们从未在NBA看过的大型坦克画面 有些新秀的上线和潜力 是如此令人期待 以至于吸引了NBA球队的注意力 但Victor & Banyama所吸引的注意力 是完全被提升到一个全新的水平 因为选秀历史中 是从来没有见过 任何像她这样类型的球员 她的身高目前查的是 有列73到75不等 这个取决于你查资料的渠道 而B站达到8英尺 战力莫高达到10英尺 这样的静态天赋 几乎可以说是历史级别的 而拥有这样的静态天赋 搭配上她场上的速度运动和流畅性 也就是动态天赋 都是我们所没有见过的 从舰队的角度来看 她能够以很多不同的方式 让一支球队有更多操作的空间 甚至减轻球团的舰队工作 也因此 一位命名的NBA老板透露 只要选下并签下Victor & Banyama的球队 球队价值就会增值无益 所以最终不管是被哪支球队选中 不管是厂商又或是出于商业价值的角度考虑 她的到来都是能够立即产生影响的 至少保守一点说 她在NBA规则下的表现绝对值得期待 毕竟如果是以其他联赛的数据来参考 数据表面上来看还蛮具无导性的 Victor & Banyama真的是一个你需要看过她比赛 才能知道她有多值得期待的天赋 因为假如我们只是想要通过查看一些数据 来理解这名球员 那么肯定是没有办法理解到 为什么这么多球队都会希望有这样的一个舰队基石 因此本期影片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 Victor & Banyama这名球员 成为一次球队的舰队基石 到底有多值得期待 我们先从防守端聊起 如果哪支球队能将她培养成球队的防守主轴 那么要把防守体系建立起来就相对会是比较容易的 这方面她最常拿来比肩的就是Rudigobe 当然这样的比较也不能说是完全准确 护狂的部分我觉得还是蛮准确的 但她不仅仅是这样而已 因为她的身高是要比Rudigobe更高 B站也更长 更重要的是防守端比Rudigobe更具机动性 当然这里不是要说Victor & Banyama 进入联盟马上就可以从1号位守到5号位这样的情况 但她的脚步以这个身高而言真的是相当快的 其实很多迹象也表明她能够成为NBA顶级的防守者 即使她真的是被过掉了还是怎么样 依赖于超场B站 也能使其从后面追访该猫 而假如她懂得善用这一点 设防守陷阱误导进攻球员 也就是Trap 让他们以为有空间和路径可以切入终结 她将会得到相当多该猫的机会 刚刚我们讲的都是单防这一块 接着聊聊斜防 也是我觉得最不可思议的地方 因为她不仅是有身高 B站在斜防这一块做好 她同时也有非常好的防守直觉 知道应该站在什么位置 以最大化她场上防守所覆盖的区域 比如这个回合 我们能看到Victor & Banyama是站在high pose 也就是高位这个位置锁着她负责的球员 但她锁着球员这个时候是来到了左边的地位 她也跟着下来了 可是我们再看看场上右边地位这个位置 谁还有一名球员在被打 这个时候Victor & Banyama是选择站在中间这个位置 当进攻球员换开了防守 她的球员为自己创造出进攻空间时 这个时候Victor & Banyama就马上斜防并将球盖掉 同样的一场比赛我们能看到Victor & Banyama 同样也是上到高位来帮忙切断中间的传球入境 但是大家稍微看一下这个防守区域覆盖的多夸张 她先是有一个干扰的动作 误导进攻球员觉得两人往上施压 也就是里面那名球员是有得分机会的 因此进攻球员也传给了她 很好的防守脚步 确保自己没有失位 然后就在进攻球员犹豫了一下 下球一次再出手 Victor & Banyama又再一次将球盖掉 再来一个蛮有意思的回合就是这个 通常过掉了第一条防线切入进来的球员 中锋都会往上补 这个时候处于Dunkersport的球员就有一个得分机会 在NBA中我们也有看到不少这样的配合 不过站在中间的是Victor & Banyama 或许这个配合要打出来就会有点辛苦了 所以相信从以上几个回合我们能看到 她防守覆盖的区域真的是相当夸张 并且也会是决定她能成为顶级防守者的重要原因 她并没有典型起始球员脚步速度的问题 她速度很快 而且更重要的是 她知道什么时候应该要站在哪里 以防守影响比赛胜负 这种直觉或许可以用实际比赛经验又或是体系磨练 但要做到能临场应变真的是相当吃天赋的 所以防守端功能性如此之多 任何球团在围绕她舰队都会使得他们的工作尤其容易 而当我们开始往她的进攻技巧了解时 她是更加不可思议的 我们常在聊一些球员的多功能性 一般都要么是进攻端功能性较多 又或是防守端功能性多 但Victor & Banyama 相信如果要在攻防两端都用多功能性来描述她 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她所能做的真的相当多 她能助于传统内线打菜顺下吃饼 也就是pick and roll 同时也能打pick and pop 在三分线出手 而且她的身高臂展 真的会让传球者的工作轻松许多 因为她的身高臂展时期能够接到一些 对其他权而言是所谓的接不到的传球 而身高臂展加上协调性 也使其即使在一些非常难终结的地方接到球 她也能终结 这大大增加了对面防守端的压力 老实说 就她这样的身体条件 单单是在Dunkersport等球然后终结 就已经足够让对手头疼了 如果再配一名有防守牵制力的得分手在她身边 那就能逼迫对面的防守端做出选择 而当我们往她自行创造投篮的能力这一块来聊 我们更多是以她的上限 而非她目前所展现出来的 在和发展联盟赢球队的两场对战 我们能发现对她这个身高而言 她的持球能力真的是非常惊人的 虽然没有说稳到对面操不掉球 但要说用来创造投篮机会 这已经足够了 我们能发现 她持球时是将重心往更低去压 也就意味着她不像其他七始球员那样 球很容易被操掉 她是具备后裔的技能包 注意哦 这里并不是说因为作为七始球员而做出来 所以令人感到惊讶 而是真的实打实 对于后裔而言都许有用的后裔技能包 虽然还有进步的空间 但至少在实际比赛节奏仍就是能用出来的 她的投篮手感 即使在一些国际联赛的效率并没能反应出来 但就对阵发展联盟赢来球队的两场比赛 她能转身后仰跳投 运球命中3分 并且中距离也是相当准的 而她的中距离几乎是没有办法守下来的 就想想 詹莉摸高10英词 这让她在跳投时几乎已经是超过篮筐 而球的弧度肯定也是比正常圈还要高的 防守者必须跳到几乎和扣篮的高度一样 才能干扰到她的出手 而这也只是为了试图阻止她中距离跳投 我们甚至都还没有考虑进去 假如她是假动作骗了一下在出手的情况 这就有点类似KD的情况 只要她的状态足够好 由于身高和出手点足够高 无论你防守贴得多近多紧 都没有办法干扰到她 然后更夸张的是 她还展示了一些在移动中的投篮能力 这几乎可以说是任何现代NBA圈最有价值的技术之一 只不过她是在作为七指圈在做到的 移动中的外线投篮已经足够难防下来了 因为正常情况都是挡拆或是手抵手 也就是帮忙甩掉防守者以后出手的 而如果是Victor Manama 不仅是要成功绕出挡拆 还要跳得足够高 才或许能干扰到她的出手 那么可能对于她这名球员 大家会担心说她对抗性的问题 就我自己的看法毕竟是内线球员 她或许对抗性来到真正的NBA层级会有点不足够 但她的地域脚不是能够一定程度掩盖这项不足的 因为她的非左心脚所能覆盖的区域 让其可以直接绕过防守者到篮筐终结 如果要说更大程度体现出Victor Manama 在进区的价值 那就是她Playmaking的潜力 搭配上一定的持球能力 她是有机会作为进攻发起者这样的角色的 比如反向挡拆或是高位组织 收获与身高她的球场视野非常好 比如这一个回合 她在三分线接到球 而她的身高让她几乎可以说是一览无余的 观察了场上的得分机会 她看到了进区的得分机会 而比起相对容易操掉的正常直线传球 她稍微往高和往后掉 引领队友去接球然后在篮筐底下直接终结 来到NBA 我们几乎可以肯定的是 当她上场时 不管有没有在进区都会吸引到大量的防守注意力 因此她的牵制力再加上总是能看到有得分机会的队友 将会让在她身边的队友打得更轻松 比如这一个回合 她下球切入 我们能看到防守是往内收 而原来在进区的防守人员 由于要帮忙协防 因此她非常轻松的就将球传给进区漏掉的队友 这个回合也是一样的 她下球切入时 防守是完全将注意力放在她身上 自从低脚绕进来空手切 这时 她先是假装拿球起来要投射 吸引到了防守以后 便将球传给队友终结 所以聊了这么久 Victor Manjama的上线到底在哪里呢 就目前来看 她的天赋并不是在选手大会中常有的 所以要说是历史级别 我是觉得完全不以过 也因此 有这么多的球队都在尽可能提高 让他们在明年选手大会 能选下她的机会也不奇怪 毕竟她除了是提供了防守型大个子的所有好处 进攻段也是独角兽一般的存在 所以要围要她这种球员舰队 那会是轻松许多 理论上来讲 配她一名有自行创造投篮能力 和有一定组织能力的队友 加上她 再围要这两名球员不禁能够投外线 和能防守的球员 基本上就差不多结束重建了 而是否能带领球迪走得更远 这就需要看她最终能成长多少 其实作为MB史上 为数不多拥有这样的 静态和动态天赋的年轻球员 对于Victor Manjama 是否能成为MB前时的球员 并不是一个问题 反而什么时候成为 才是真正的问题 但就天赋的角度来看 状元怎么都应该会是她 她已经变容于是 篮球史上最值得期待的新秀之一 而且从她的比赛中 也很容易理解为什么 好的 那么关于Victor Manjama 这名球员所整理的资料 大致上就这么多 不知道大家还有哪些看法呢 大家是否看好 这名如此令人兴奋的年轻球员呢 大家觉得她最终会被哪只球队选走呢 欢迎大家留言轻松聊 球绕着你们的想法 本期一篇就这么多了 我们下期再见 by bwd6